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妹妹说了 她谈恋爱 弄得我不安一声 是这样的 我们两个是一卵同胞的亲姐妹 她跟她男朋友每次一有矛盾的时候 她男朋友就会打电话找我 现在弄得我在中间受他们俩的假板气 我觉得你就是在多管闲事 我们俩的事情我一开始就说了 不用你跟着操心的 我姐是属于一个特别强势的人 从小到大都特别强势 然后一直压榨她的男朋友 我没觉得我强势 我一直觉得我挺好的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三个就是包括那男朋友 我们三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去吃饭 然后本来说那顿饭是男朋友请客 后来吃完饭去结账的时候 然后我姐跑着去结账去了 可是你知道她朋友在那特别尴尬 可是你知道她什么收入吗 她什么经济情况你不知道吗 我觉得买单不正常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就是私下 然后再把这个钱给她 你没必要当众我拨她面子吗 我觉得你们就是矫腔 你这吃完饭了我私下 我说塞你200块钱 这样合适吗 你们谈恋爱吗 各谈各的吗 她跟男朋友约会你去干嘛呀 双胞胎姐妹 就是当时第一次见面 我们第一次见面 她就想带我们两个认识一下 还有什么让你看不下去的呀 关键是就是他们俩一闹矛盾的时候 他男朋友老是打电话 就是找我 我也不想管他们俩这事 我也管不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来给他们调解一下 这个矛盾 我跟你说了 他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甭理他就行了 你自己愿意操这份闲心 你自己的事都还没弄明白呢 你过来管我干什么 所以因为谈了个男朋友 影响了姐妹感情 他真的是胳膊肘往外拐 我好奇地问一句 就双胞胎会不会共同喜欢上一个女人 或者共同喜欢上一个男人 别挨嘛 这就是好问题 我觉得应该不会 其实我俩性格其实还差挺大的 明白了 对 确实不喜欢 确实是 不喜欢就别掺和了 你下去休息好不好 请回请回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不是交给我们吗 接下来我们掌声 请出他的男友 掌声有请 小颖23岁来 在黑龙江 是一名公司职员 来 有请 有请 你好 好好好 你们俩是 我们俩是上下级关系 等等 一个公司的 对一个公司 谁先对谁下的手 这个算在对的时间遇到了 就是相互喜欢那种感觉 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 对 但是后来的话 发现他这种性格的话 就让我挺忍受不了 那你接着说吧 这些生活中的小事 就是他就是洗的衣服亮在外面 但是风比较大嘛 然后把他比较特别喜欢的一件衬衫 就给吹丢了 不见了 然后当时让我回去帮他找 也没有找到 然后当时他就挺难受 但是我身为男朋友 看他当时就是那种难受的样子 我也挺心疼的 是吧 然后我就当时微信转了五百块钱嘛 先让他就是再买一件嘛 但是当时他就是看到之后 他有着那种特别鄙夷的口气跟我说 你这袋钱你自己留着吧 我自己衣服没有 我可以会买用不着你 每个男人都希望 就是对自己喜欢的女人好嘛 怎么样的 但是我感觉在他这 他就是丝毫也不接受我这种 就是对他的好 而且还略带点不屑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自己在这 自己自尊心在这做碎 那件衬衣 但是你给我转五百块钱也不够啊 是因为不够 所以你拒绝了是吗 也不是 其实我就是这么一说 就是刺激他一下 就是当时吧 车衣丢了我特别心疼 我肯定嘟囔嘟囔抱怨抱怨 我觉得也很正常 当时他也是在我 对 但是我当时身为一个男朋友 身为一个男朋友 感觉他那种难受的话 我也找不到就找不到 但是我给你买一件 再买一件就是了 但你用得着 是那种刺激我的话吧 你比他高几级在公司 高一级 薪水比他高多少 两倍 兄弟以后不要冲冤大头了 领导有钱 领导先起 也不是 但是我俩的这种关系 男女朋友的话 我希望 每个男人都是 怎么说来的 就是爱 喜欢一个女人的话 就是希望 会舍得给这个女人花钱 但是我感觉这种做法 没有丝毫的问题 好人 可是我觉得我特别在乎他 我还不想花他的钱 我也知道他经济收入就那样 也不错 对 我也是因为在乎你才觉得 我要把你收下你的钱 那你下半月肯定过得特别紧吧 但是如果你说 你要在乎我的话 那我带你去见我的朋友 你肯定会去 但是你为什么一直推脱呢 最后我去了呀 但是你去了你那是什么态度啊 什么态度我特好奇 我倒也没什么 但是这个我来说吧 但是他那种态度就是 吃饭的时候 肯定要刚开始认识的话 先聊天嘛 就是彼此认识一下 但是感觉我那些 那个朋友的工作什么 都是都挺普通的 就是也不是那种 就是对我 就是或者以后 能有什么帮助的 但我感觉我们就是玩得好 所以就那种交心的朋友 带他去见我的朋友 但是他当时就听说 朋友的这个工作 或者现状之后 就是表现的慢慢语气 或者什么态度 能表现特别不屑的 就是那种 而最后吃完饭的时候 他就是自己也 我姐就是这样 从小到大都特别强势 交个朋友们 很正常的事情 他就不让交这样的朋友 不让交那样的朋友 什么样的人都入不了 他们演那种感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交际圈 他不可能 你看到了吗 你那天吃饭的时候 你去了吗 你真正看到了吗 看那些朋友 就是经常在一块酒吧 玩的那种朋友 我觉得对你以后的工作上 包括你以后生活上 都没有对你有任何帮助 但是我玩的朋友是交戏 但是你当时那种态度 让我很受不了 当然我朋友 没那么甩我 这样的朋友 我真的玩不来 我还希望他以后再 能交一些 确实价值观什么 都能在一条线上的一些人 我那些朋友怎么 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感觉你在 平时不说朋友 你说在公司上 我觉得你看你现在这样 我就知道你朋友什么样 而且他又感觉 他在公司 就是处处也针对我 不说别的 就说拿公司上班的话 肯定大家都迟到过吧 这种小事 我就没迟到过 你没迟到 但是你先听我说 但是我迟到之后 反正就是 他就是当着 全公司同事的面 就是罚我 当着那很多人的面 做了一百个俯卧程 我觉得他迟到该罚呀 但这件事的话 你不感觉你做得很过分吗 打脸的行为呀 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身为一个男人 或者是身为 你的男朋友的感受 你们公司这个罚员工 都是靠体罚是吧 不是 是罚钱的 一分钟十块钱 因为就看那点钱 半个小时扣没了就 还是藏私了是吧 对 那肯定还是 顾住你 所以才提罚 但是你完全可以换一种 比较那种 扣钱 换一种方式嘛 扣钱 对 他还跟我说 你给我扣我钱就是了 他觉得你可扣我钱 你就打我脸 我觉得面子是自己正的 这事就是你自己做的 就不对 就我们俩知道这事 然后他就给我妹打电话了 你知道吗 就给我妹抱怨 我在公司没给他留面子 就怎样怎样的 这事难道我不跟你 我跟你说的话你也不听 我不应该给你妹说 让你妹劝劝你吧 我要是你我就不打 你们俩这点小时候 都给我打电话 你别再说话了 我怎么老觉得是 一个男人跟两个女人 在谈恋爱呢 也不是这样 他就是在我这边 他就是他说了我不听 然后他就一直跟我妹打电话 他就是想借助我妹 然后过来劝劝我 就是我妹她的面 就是我错了 你看对她妹都可以 就是不管不过 但是对一个男朋友的话 他肯定就是那种 向来就是我行我素的 怎么样 也丝毫不顾及我的感受 我没办法 只能跟她妹说 让她妹劝劝 让她们改一改 行 这事过吧 他就是在公司有一天的话 他周末就给我打电话 说公司哪个同事 就是约她去看电影 然后就那个同事的话 就是也是一直比较 就追她喜欢她的 然后她就跟我 就当时反正也那种 就说我要去看个电影 跟谁谁谁 反正当时因为我们都 对 知道那些喜欢 但是我当时实际上 不想让她去 因为是个男朋友 你说我不在 就是他跟别的男朋友 去看电影 这是算怎么回事 他丝毫没有顾及我的感受 那你就说你不能去呗 肯定是不能去 我感觉是作为在场的 跟你说你可以去 你说你去吧 但是我当时是跟你赌气 还是只让你去 你听不出来吗 听不出来 你还说我看电影这事 那总比有女孩去公司 给你送电影票强吧 就送电影票那事 特别强 人家女孩去给她 送电影票的时候 从公司电梯出来 我开电梯进去 我们俩打一正面 我什么都没说 我就上去了吧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 我那个朋友 他们公司搞活动吧 送电影票 然后她就是顺便送两张 挺好的嘛 看电影 最后我也是和我女朋友 一起去看的 那是被我看见了 什么叫背你看 她总是这么 就是盖棺定论 以为我会背着她 会做什么 但是我没有 那次下午 大家晚上在这吃饭的时候 女孩给她发消息 问她 叔叔你刚刚给我点赞了 叔叔你干嘛呢 有志愿关系叫叔叔吗 你有问题啊老毛 但是朋友 咱们年轻人之间聊天 开玩笑 叔叔怎么了 怎么很正常 我觉得她是不是 在别人这找成就感 好 问你几个问题 可以吗 可以 性格不好 在公司里面 毫不给你留面子 是吧 这样的女朋友 你要她干嘛呢 除了性格之外 就是其他地方 也是有好的地方 但是她这些做特别过分的地方 我实在是就是 想来说说今天 不是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 你为什么动不动 就把她妹给牵扯进来呢 因为她平时我说话 她就是根本就是 不管不顾也不听的话 但是她妹 她妹就能说 她妹有关 毕竟是亲人嘛 亲妹嘛 多少的话就是 也能对她妹的话 或者是采取点意见 或者怎么样的 我希望通过妹妹来调解 其实我也特别纳闷 为什么他们俩一吵架的时候 就非得把我牵扯进来 我夹在中间 其实特别难受 我也特纳闷的 从现在开始 你别管他们的事了 行吗 我是真不想管 我也管不了 你把她的那个 把她的电话 拉进黑名单可以吗 愿意吗 猴年里 太愿意了 怎么办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女孩 你现在告诉我一个比较啊 你要随传随到比较重要 还是口袋里 有几倍的钱比较重要 随传随到吧 好 我觉得呢 特别好 因为我可以告诉你 一个事业非常忙 又有底气 又有自信 又能够呢 在这个商场上运筹帷幄的男人呢 通常不会是个随传随到的人 你可以明白吧 因为他太忙了 对我明白 但他如果是一个可以随传随到的人 他的性格里面一定有比较柔弱 比较贴心的部分 而柔弱贴心通常也象征一件事情 就是依赖性高 简单来说 你的男友因为体贴 所以他需要很高度的情感互动跟交流 如果他是一个很爷们的人 他估计不会随传随到 也不会对你细心入微 所以当你很认清楚 自己想要什么是最重要的时候 你就要想办法 用这样的人喜欢的方法对待他 你不能又要求他贴心 又要求他是个爷们 所以你也是 嘿哥们 一个漂亮又能干女孩 通常不是小鸟一人型的 你如果要一个那种无辜的小白兔 别找他 因为他就是一个很有自信的女孩 如果你希望他很柔弱 你们必须要商量出一个 你们双方都能够共存的一个美好关系 很简单 学会一件事 去想对方需要什么 而不是我要什么 他不要你一天到晚黏他 他要的是 你用自信心强大起来 有一天你不是因为别人追不追他而有安全感 而是因为我可以hold住你而有安全感 到那一刻不管有多少人约他 你要有这个底气 他是我的女人 那就没问题了 所以他跟谁去哪里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自信 慢慢的让自己成为一个越来越强大的男人 如果爱还在 就用对方会舒服的方式想想 他需要什么 他需要你给他一点 爱的交流 给他面子 没事请他帮个忙 让他觉得你需要他 这样他才会更加的强大 只要你们还彼此相爱 都不是问题 好 谢谢 谢谢柯老师 先说姐姐 你在外头和他一起吃饭 为他付钱 好像是说 哇 这个女孩好懂事 不是贪图我的钱 我们俩吃饭 她为我付账 其实呢 你骨子里是看不起的 男孩 其实呢 你根本就不喜欢他的强势 你甚至于对妹妹表现出来的那种 体贴 理解 关心 表示极大的一种依赖 你可能外在是喜欢姐姐 其实内在你对妹妹是有依赖之心的 妹妹呢 我倒不相信你对这个男孩有什么好感 但是我至少能看出一点 你对姐姐非常的不满意 而这会儿呢 突然有一个同感的人 你们是一个联盟 复仇者联盟 你终于可以在姐姐面前说 你做的不对了 你看这男朋友这么好 然后他怎么能受到你的这些 不平等的待遇呢 他把从小到大的怨气 这块都零本代理一起扒了 对啊 否则没有一个出口啊 这大过节的还有人挑上 所以 不挑啊 话说到这儿 我们挑的是这个理儿 把理儿挑明了 问题就能解决了 郭老师 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主 姐姐喜欢一切由我做主 妹妹喜欢为别人做主 而这个男人想要当家做主 姐姐喜欢一切由我说了算 但是你有没有尝到过这样的滋味 当你想要做所有事情的主的时候 你发现你做不了别人的主 你往往会有一种感受 就是吃力不讨好 往往轻者痛而愁者快 那是因为什么 那是因为你在帮别人做主的时候 你也不问问别人 要不要你替他做主 你就强行帮别人做了主 在工作过程当中 既然是上司 就一定由你说了算 没有问题 因为工作当中一定是有主有赐 但在家庭生活当中 他说你的男人 怎么可以都有你做主 将来如果你有了孩子 你什么也都替孩子做主 你往往也会做了主 也付出了 却落不到一点好 这会儿你有点像《敏月传》当中的敏书了吧 儿子不喜欢 妹妹也叛离 身边没有一个人喜欢你 但其实内心深处 你可能认为我还是为了你好啊 长点心吧 你做不了别人的主 再说说妹妹 妹妹很喜欢为别人做主 这种人有一种天然的廉价的正义感 就像有些老大妈是一样的 很喜欢帮别人做主 只要有谁说家里离个婚 吵个架 又或者是夫妻不和 他一听 马上饥饿如仇 不问青红皂白 马上就自己判断出谁是过错方 然后就数落你 男女之间的事 说得清楚吗 你听这个小子的一面之词 你就知道事情的全部吗 你这种廉价的正义感最终是会害死人的 往往都是一些口水 淹没了一个事情的真相 而最悲催的是你这样的 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自己脑海里面 根本就没有主 也没有志气 但是每天就想要当家做主 一旦别人给了他一点委屈 他就到处求爹爹告奶奶 到邻居那儿去说一说 找父母告告状 哎呀你们要为我做主啊 你看我被欺负的惨啊 但是你问问你 你有主吗 一个男人在外面吃个饭 女人买单怎么了 你掏出腰包来 拍在桌上 你就有男子汉气概了 我问问你 如果你现在一个月赚十万 照样是他买单 你会觉得自卑吗 你根本不会 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有多强大 但问题这一点还不是最惨的 你自卑就自卑算了 你居然还去找他的亲妹妹 来为自己做主 其实你每一句话 内心里都有一句前台词 我的那个女友啊 真不像个女人 但你也不会问问 你自己像不像个男人 所以你们三个人 像齐了西乡记当中的那三个人物 张生想要追求自己的爱情 却不敢 却要找红娘 红娘到骂张生说 你没有勇气 一个男人自己的主都做不了 事事找别人 你说你像个男人吗 所以说不要说爱情 不要说感情 在这件事情当中 你们都首先得学会一点 你不要轻易做别人的主 妹妹不要动不动为别人做主 你要做好自己的主 爱情这点事还得你们自己解决 我们归因归了半天 自己怎么看 真实的内心感受 我搞不太清楚 所以大主意你们自己拿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其实如果静下来想想 我知道我自己性格缺陷在哪里 做事情包括说话 确实没顾及到你的感受 但是很多事情真的 我想表达的那个结果 其实真的可能你误会到我了 我来这儿其实也不是说你不好怎么样 也不是想和你吵架 我只是想就是说一说 你让我做的感觉 特别接受不了的地方 就是希望你能改一改 不过但是今天 我听到你吐槽我这么多吧 其实我心里还是过多或少 有一点点不舒服 说实话真的特别不舒服 没想到我其实做的 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挺好的 没想到在你心里这么差 我来这儿真的不是和你吵架的 我只是想和你说一说你的毛病 就希望你能改一改它 我补一句话 如果你们俩将来成为夫妻 我几乎可以断定 如果家里一旦要决定什么大事 还是你来决定 甚至他自己都不敢决定 还要你来决定 所以那个敏玥传当中有一起 那个敏玥在朝堂之上 对那个甘大夫的说 甘大夫说女人应该退去后宫 不应该甘政 敏玥说你们但凡是朝堂上 有一个人可以做好这件事 我马上就退朝 就是因为你们男人无用 才逼得我一个弱女子 要走到朝堂之前来为你们做主 国难当头的时候 你们都在哪里 所以有的时候啊 不要怪别人太强 你自己太弱 两位回去好好想想吧 谢谢你们 请回请回 谢谢啊 请关门 接下来我们当然要看一看 这对年轻人 他们自己的领悟是什么 因为爱的所以他才跟他说这些话 就希望他能做一点改变 为了我们更好地在一起 但是我感觉我跟他真的还是有必要再说一下主持人 但是我先去追他 我给你一点建议啊 我给你一点建议啊 他如果要再谈恋爱的话 绝不可以说动不动把这个自己的爱情当中的事 跟这个说跟那个说 到处让别人来替自己做主 自己根本就没主 小嫂总好不好 我没想到你会这样想我 你真的误会我了 我所有的意思根本就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意思 我不是并不是想说你怎么不好 或者想跟你吵架 我怕我真的改不了 但是我爱你我就能接受你这一切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以后我不会了好不好 我不会这样